27題 AF弧是80度 然後我的C珠弧是60度 那求角V加上角E是多少 那你說老是角V 角V就是我的 AFC弧 角V是AFC弧的一半 可是我不知道F珠是多少啊 那其實我也不知道AC是多少啊 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先把它寫在一起 角V加上角E 那角V是等於我的80度 老師把它分開寫喔 他等於80度 加上F珠 再加上60度 他等於80加F珠弧 再加上60度 的一半 那角E呢 角E是我的FA 加上AC 再加上60度 好他等於80 加AC弧 再加上60度 的一半 可是我不知道這兩個多少 但是我能算出 你看老師圈起來的齁 你知道80加A珠 加珠C 加CA 就是一整圈 所以80加F珠 加60加AC 他們總共是360度 所以你就可以寫出360 加上140 除以2 所以兩個答案 500除以2 所以就等於250度 好 這是27題 再來28題呢 如圖 兩個圓交於AB2點 CB珠 三點貢獻 那BC弧等於80度 角C等於40度 OK 角C等於40度 那我要求AB珠弧是多少 好 只要你以後看到 給左邊的圓圈圈 但是要求右邊的圓圈圈 他都是會用到外角的概念 給左邊圈圈 要求右邊的圈圈 都是會用到外角定理 好 那這題為什麼會用到外角定理啊 來我們把AB連起來 連起來之後呢 我知道AB弧 右邊的AB弧是40度推過來的 所以他是個80度 可以嗎 好 再來 我知道角A整個 注意聽老師說的是角A整個呢 是80度的一半 所以他也叫做40度 可以吧 好 再來 那AB珠弧是多少 老師 我先問的是角AB珠 這個角是多少 AB珠的這個角 這個角不就是我的外角定理嗎 40加40 對不對 所以他就等於80度 所以當他是80度的時候 我的上面的A珠弧 老師這裡暫且交一個1點好了齁 那A1珠弧 會等於我80的兩倍 所以等於160度 那要求AB珠弧 如果要求AB珠弧 那不就是用360扣掉我的160度 所以答案 就等於200度 OK好 所以剛剛有一個地方 這個80度其實 這一體用不到齁 所以老師先把它用掉 你只要得到 你只要把紅色的連起來 那CAB算出來 用外角定理 你就可以推到右邊去了 這是28題